上海南南在遭受了重大的处罚之后 损失非常惨重 主教练李春江被禁赛五年 球队被取消季后赛资格 罚款一千万 这样的结果让上海球迷十分不满 也让李春江的前途陷入了困境 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 李春江可能有了新的出路 而且还有可能与周琦联手 在国际赛场上向CBA发起挑战 据媒体爆料 乃自于香港地区的湾区艺农俱乐部 很有可能会邀请李春江来接手球队 带领球队征战下个赛季的东南亚超级联赛 以及在未来有可能成立的东亚篮球超级联赛 虽然说香港也是中国的境内 但是中国大陆的篮球协会和香港篮球协会是分开独立的 所以说篮鞋的这支禁令 并不能够约束到李春江前往香港进行指教 而湾区艺农队也没有选择参加内地的联赛 而是选择参加了东南亚那边的联赛 所以说无论是联赛还是篮鞋的控制 都不会限制李春江 很多的CBA球员都来到了这支球队 比如说上个赛季效力于上海队的居民新 刘传新 朱松梅等 所以换一个有CBA执教经验的本土教练员 使得这支球队身上的中国元素更加丰富 而李春江正好符合这样的条件 他在CBA有着丰富的执教经历和成就 在广萨和上海都打造了强大的战斗力 而更让人期待的是 湾区艺农队也曾经被爆出过 已经在接触周琪了 周琪作为中国南篮最强内线之一 在CBA也有着无可匹敌的统治力 但是由于与辽宁俊乐部发生了 合同纠纷和专会风波 周琪选择了离开CBA 并且前往澳大利亚联赛时讯 希望能够在更高水平的联赛中提升自己 不过 由于澳大利亚联赛的政策限制 周琪无法加盟任何一支球队 只能作为自由球员在那里训练 这样的情况让周琪的前途也变得十分迷茫 他不愿意回到CBA 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如果能够加盟湾区异农队 一方面这是处在中国境内的球队 另一方面 他的薪水也将会大幅度提高 而且他还可以与李春江这样的名帅合作 李春江在执教广煞时期就曾经培养过 周琪 林志杰等优秀的内线球员 对于周琪的打法和特点 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两人的合作无疑会让湾区异农队的内线实力大增 所以如果周琪和李春江联手加盟这支球队的话 无疑会吸引很多球迷的目光 而且咱们前面提了 中国篮鞋已经是正式牵头 希望能够成立由东南亚超级联赛 日本联赛 咱们的台湾省联赛 韩国联赛以及咱们的CBA联赛五个联赛 共同组成的东亚篮球超级联赛 如果这个联赛明年可以开打的话 周琪和李春江两个被CBA赶走 无法在本土联赛效力的支队降帅 有可能会向姚明 向CBA发起强烈的复仇反击战 当然 这些都还只是传闻和设想 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但是如果真的能够成为现实 那么对于中国篮球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中国球员和教练员 有机会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 提升自己 也可以增加中国篮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篮球之间的交流和碰撞 下断 买 雨 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